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股市未来幸福三重奏 那为什么我说正面迎战 我等一下里面会把我的幸福三重奏 全面性的规划来告诉大家 其实台北股市在今天的盘面上面 其实并不差 只是在这种过程 台北股市我们说 它是历经的很多的一个阶段上面的转换 从第一个阶段在三月份里面 它来自于整个超长线的 十年线的一个投资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也说得非常的一个清楚 到四月份的大涨 五月份的盘整 一直到六月份的喷出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不会言台北股市 它要历经一个中短空 也就短空的一个格局 它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在短空的格局的过程之中 我们更要正面的思考 它未来 它是多头还是空头 在目前当然很多台面上面的 一些的分析师认为它是空头 但是我个人认为它并不是 我从来没有是是而非的答案 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也跟大家讲过 属方优点跟缺点都是一个字 直 我讲话一向很直 我也没有是是而非的答案 我也不会有模立两可的一个结果 我告诉大家 这一次的拉回 我会全面做多 为什么会全面的做多 我等一下会分析给大家自己 来去做一些的分析 让大家去做归纳 你愿不愿意在这个时间点的 台北股市的中短空 重新布局台北股市 正面迎战下半年的景气的行情 我们先来看看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其实台北股市在今日里面而言 为什么说它结构 并不是这么的一个差 原因是在上个礼拜一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讲过 逢高你要懂得卖 资金行情 所谓引导出来的热钱行情 它结束了 尤其是在热钱的行情 它结束了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在相对的高档 11700多点 11771 它出现了一个2300亿的量人潮 它的打回来 它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V转 它势必要去做一个修正 重新的打底 它是没有任何疑问的 但是来自于它的热钱 来自于全球的资金 它在第二季 是全球景气最坏的时候 它去创了一个历史高 尤其是在美国股市的费半指数 NASDA的一个指数 它创了一个历史高 它太急 它太快 它势必要去修正 它的操涨 修正完了它的操涨之后 你再回头回来 你去选择下半年 景气回升能见度最高的业绩个股 再来迎向未来的景气的行情 而这中间的一个衔接期 就是一个月 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月 我等一下会从下单的一个时间点 来跟大家去做一些的分析 那在这个时间 为什么告诉大家 第一个 它的结构并没有那么的差 它在上个礼拜一左右 它是来自于什么 一路以来从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外资一路的买 内资一路的调 一路的调 那是从技术面上面的腾落指标 告诉大家 整个一个台北股市的结构 没有很扎实 你没有很扎实的过程之中 你势必要做一个中短线上面拉回 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台北股市 在历经上个礼拜五我已经讲过了 它不是来自于外资的买 它是来自于内资的回补 你看在今天的OTC 指数是下跌的 但是上涨的加速是比较多 那到今天的集中市场上面 我的观察到一点中 也就12点半之前 12点半之前 还都是上涨的加速比较多 随着最后一个小时 美国的盘后盘扩大了跌幅 整个台积电也扩大了跌幅 才把整个大盘带下来 那当然有很多的投资人 他是看着指数在做 当你的指数这样子的下沙的一波 这样子的下沙一波 它一定会使得下跌的加速比较多 但是从内资的市场上面来看 它基本上 它的结构并没有这么的差 但是它跟所谓的正式性 马上就要反转的腾落指标 它的反转还没有看到 但是OTC是有的 OTC下跌的加速 跟上涨的加速来比 是上涨的加速比较多 所以内资的这个区块 会比较早 在结构的一个转好的过程中 会先谈 它会先谈 因为它先卖 先卖的先回补 所以它会先谈 第二件事情 在今天里面扩大的跌幅 就是在盘前 很多人都在说 整个一个美国也好 欧洲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 它的新冠状的病毒 它新增确诊的人数 它再次的爆发 所以会有二次疫情的大爆发 标题是写 二次疫情大爆发 真的是这样吗 那为什么今天涨的不是 今天涨的完全生计个股 不是所谓的新冠状病毒的防疫的个股 它涨的主要是来自于合一的解盲的成功 它带动出来的是制药个股 但是制药个股它分成很多 虽然观众朋友很喜欢玩生计个股 可是并不代表你很了解到生计个股 制药个股里面分成新药 学民药跟原料药 学民药跟原料药没有暴利 新药的部分它会 那今天的一个合一解盲的一个成功 那你再过来你就要评估 因为毕竟4743的合一 它的股价短期之中是从十几块钱 啪啪啪啪啪涨到200多块对不对 那你现在变成要估算 它这一个新药的解盲的成功 到底可以带给这一家公司的获利多少 因为这个部分 我没有办法回答你 属方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算不出来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我只记得在之前里面的忠誉 在当时候大家还记得吗 曾经很高的这一段 也是它的一个 所谓的艾滋病的病新药解盲成功 说会赚多少钱多少钱 就后来并没有办法赚那么多钱 所以股价就这样跌下来 所以合一的部分你必须要去看 这个部分来讲 我没有办法去做评估 你可能将来里面要参考 它的营收的状况 它的一个权利金的一个区块 各方面去做试算 那不是鼠邦在这里面去讲的 但是你回头去看 在今天所有的制药个股的涨 真的是疫情大爆发吗 你应该心知肚明 它跟疫情大爆发没有什么很大的相关性 它有各种的药 有学民药 有原料药 那整个在这个时间点 疫情的大爆发 跟疫情为伏的升温 这是两码事 我同意疫情的为伏升温 你不在锁国 你不在封城 你本来确诊能数就会增加 又不是新冠状病毒 从这世界上面消失了 它本来就会增加 但是它有没有再创历史新高 这是第一点 答案是没有的 它并没有创历史新高 那第二点 现在新冠状病毒的药 没有疫苗 它有药 那这个药 它本身来讲话 像诺德西韦 也过了 你也可以卖 你也可以吃 那这些的一个药的部分 当然跟疫苗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的定调是 未来里面来讲话 我个人认为 新冠状的病毒还不会马上消失 但是因为它有药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 它的一个状况叫做羽郎共舞 什么叫羽郎共舞 大家回头去想 在类流感 也就是说流感的一个区块 到目前为止 流感有从世界上面消失吗 它没有 但是大家已经习惯 跟流感去共舞 就是你得了流感 有克流感的药 大家应该知道 或是你有时候会去打一些 整个在冬季的时候 去打一些 跟这个有关系的疫苗 但是它在这个情况之中 它会被造就出来 在跟第二剂或是第一剂 一样的大爆发 我跟大家讲 我个人认为不会 我也没有是是而非的答案 我认为不会 不会的原因 第一个我讲过已经有药 第二件事情 在这一次检测的部分里面 其实我说过检测是很便宜的 检测剂其实是很便宜 是人工很贵 大家在这种过程中 如果大家未来里面检测剂 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增加 你觉得会有很大的危机吗 所以世界上面所有的人 他正在学习与郎共舞 以跟所谓的新冠状病毒 去做和平共处 那就如同流感 它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的话 我认为因为川普很急 川普基本上而言 他在11月份 有美国总统的大选 他非常急 他绝对不会在这个时间点 让经济的活动不动起来 所以当你经济的活动 在未来里面来讲的话 不会因为现在微服的升温 而使得经济去做停滞的话 那请问如果从景气的角度 第二季会不会落底 我觉得答案已经很明白 它就是会去落底的动作 所以在这时间点里面来讲话 再配合到一件事情 今天所有的人看到 疫情二次大爆发 所以所有的一个资金 全部跑到生计 所有的制药个股 也不管你这个药用在哪里 那这个药用在哪里 我就不多谈 全部都去买那个制药个股 造成电子的资金的比重 下降到六成下 那我觉得非电过热 所以我也不认为 这些的制药个股的后续力 每一档都会涨 我不认为是如此 因为电子个股的资金的比重 它只一降到六成下 它都是一个过冷 过冷的一个开始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上面而言 我的个人认为 在今天整个一个台北股市 我觉得短线上面 短空是很难避免的 我在这节目都讲得很白 短空是很难避免的 但是在中长线而言 却是机会才刚刚开始而已 所谓的长线来保护短线 它有几个利基点 第一个 你短线涨多了 我个人的定调 这一次就是短线涨多 就是股价 大盘的指数或是股价 它因为热钱的效应 它推捧出来 超越它的一个景气 当它的一个股价 像美国股市也好 台湾股市也好 拉回把你操涨的部分 去消化掉之后 慢慢的7月 7月我跟大家讲 很多的消费性的电子 它的订单就要来了 苹果就是如此 7月份 因为以前是在6月份 就会拉货 在第一个阶段的 像镜头 像PCB 但是在这一次7月会拉货 我个人认为 5G的手机它会迟到 但是它不会不到 就算今年卖不好 2021年它也要拉起来 因为5G手机 是绝对必须要换的 你不可能 你在明年里面来讲 还在用3G手机 那太困难 今年可以 但是两年的时间 到明年里面 你还在用3G的手机的可能性 就会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我从这样的角度 第一件事情 疫情我不认为 它是二次大爆发 我认为它只是因为 不在锁国 不在封城 人与人之中 它有接触了 它开始 开始去做一些的升温 第二件事情 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再来看看 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第一个 它的月线扣底到这里 还是比现在来得更低 季线扣的位置 是最低的8523 这个月线到季线 本来的多头 就不会撼动 不管月季线破与不破 我认为都是在这一次里面 你要开火力的时候 你都是要开火力的时候 第二件事情里面来讲话 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时间点 你再来看一张图 我在之前就跟大家讲过说 在当时候 我们的央行总裁 在5月14号这一天 说台湾有降息的空间 美国的川普说空头带嚣张 那他当时候的指数的位阶 是在哪里 就是在5月14号 如果你再来看 我在礼拜五有分析过 如果我们以美国股市 最强大的 能够操控股市的两位总统 一个就是川普 一个就是所谓的欧巴马 他在上个礼拜五 就开始骂鲍尔 那这个是在上个礼拜五的低点 这个是在5月14号的低点 也就是说 如果来到了这个低点以下 到这个位阶 我觉得是中长线上面 它非常好的时机 所以观众朋友 从在之前里面而言 我们在6月8号提醒大家 台北股市进入涨多的压力测试 你一定要留意最高的风险性 当时候是1100 11600多点 一路到现在修正到 11300点附近 我觉得你已经有价差 我也在这个节目里面 跟大家讲得很坦白 我是在今年以来 目前持股比例是最低的时候 但是我并不看淡未来 我认为未来里面的台北股市 还有一个高峰 这个高峰会出现在下半年 所以既然是如此 我就要开始推出幸福的三重奏 这幸福三重奏 就是面对6月份的短线跟中线上面的中短空 在一个第二季倒数计时的时候 你跟着我逢低去做布局 再来正面迎战下半年 第一重奏我要去布局的是第二季财报利多消影的概念个股 逢低布局 我要去布局的幸福双重奏是来自于第二季之中 我要布局下半年景气最好的 这个我已经跟大家讲 我全部都选消费性的 跟我在之前选企业端的完全不一样 我全部会选消费端的 因为我认为景气会回升 我没有事事而非的答案 我认为景气会脱离第二季的谷底 我这个答案是非常明确跟方向的 所以我会选择第二季回升的个股 然后到了之后幸福交响月 我会开始我现在所有的布局 可以轻松放口袋 再来布局2021年有梦最美的题材个股 现在的政府推出三倍券 但是我个人认为跟着蜀方 更可以有幸福三重重 在这个时间我认为有赚钱的机会 我才会好看赌钱 我从来不是适舍分 你们一定要加入蜀方 我博然话怎么样 我也从来不去演涨停板的股票 我看什么样 我就跟观众朋友说的是什么 我认为未来有赚钱的机会 我很真心诚意告诉观众朋友 我认为现在的布局 未来你会有赚钱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幸福的三重奏 在这端午节之前我们推出来 而且我是要求我们的公司 提早推出来 因为现在就拉回的最好的时机 你加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你的汇费 你的负担可以少一半 但是你的会期可以增加 让你未来里面来讲 因为会期的增加 享受财富的增加 你快乐时间是加一倍的 更在这边推出量身VIP 限额增胖计划 根据你的资金状况 跟你的习性 帮你量身去做打造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信任 鼠方对行情的规划 真的好好把握 因为这个部分 是我要求公司 提早在端午节专案之前 在这个时间点赶快推出来 因为现在才有好的买点 现在才有更便宜的价格 买到未来最棒的个股 你可以跟着我们 你的负担少一半 快乐多一倍 而且还有量身打造的这个区间 如果你要成为下半年 真正的赢家 你错过了之前 跟着鼠方第四个阶段 延续四个阶段的操作 你一定要跟上 我们第五阶段的操作 趁着这个时间点 打电话进来 跟上我们在未来 幸福三重重 幸福三重重 让自己成为股市 下半年真正的赢家 打电话进来 有网友留言说 希望Kerry在直播的时候 犯吵 你有去过这些地方吗 有啊 你有没有戴口罩 有没有群聚 我都没戴啊 因为那些是水上的 吃吃琵琶润喉糖 女力报道 最佳拍档在中市 那些有的没的 都用超浓密泡泡 一扫而空吧 毛孔脏屋全带走 洗完还这么舒服水嫩 第一名专科结盐乳 先看 泳城国际投顾 名职诚信 专业 客户至上 零先掌握市场先机 阵容坚强的知名分析师 一流的研究团队 专业扎实的研究分析 为会员创造一流的绩效 成就市场一流的口碑 泳城国际投顾 拥有完善制度 顶尽硬体设备 提供投资准确性及时尚性 用心对待每一位会员 建议独到的投资建议 我们是你永远的依靠 我们是你用投资的独二选择 泳城国际投顾 用诚信专业创造绩效 一通电话财富翻倍 一通电话希望无限 泳城国际投顾 入会专线02-2563-9777 02-2563-9777 出身宝宝的胶嫩肌肤 需要最好的呵护 全新日本境内版邦宝室一级帮 日本妇产院No.1直选 全新升级360度超透气 温柔呵护宝宝肌肤 邦宝室一级帮 一心帮宝成高过危险 因为琴琴现在是魏晨宁 或是身心障碍者 建议您可以指定为信托侦查人 这个信托的方式 就是肯定恶意的产产 或者是社会诈骗状 你放心 接下来琴琴的生活费 医疗费 每个月都可以有信托支付 我头过几个月 只要是您名下的财产 都可以用信托来处理 有些决定 比你想得更远 六十岁 七十岁 八十岁 不管几岁 都要强健有力地走下去 但是只有葡萄糖胺和软骨树 是不够的 年纪增长 想要走起路来强健又灵活 需要补充帮助行动有力的成分 所以我选择三德利顾立森 三德利顾立森 只要一瓶 就能同时兼顾行动灵活和行动强健 行动灵活的顺顺型配方 和行动强健的步步强配方 加上帮助活动敏捷的葡萄糖胺 和维持肌肉正常运作的维生素D 四大行动力量 帮助您无论几岁 都能持续健康地走下去 三德利顾立森全面支援您 拥有健康行走力 日本最畅销葡萄糖胺企业 原装进口 立即订购享有10%增量优惠 全台免运费 赞享最高85折 立即拨打0800 030 913 0800 030 913 你好 歡迎回到股市全方位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 我之所以要求 我也从来没有要求过公司 提早推出的一个专案 就是希望观众朋友 你能够用负担最少的方式 汇费最少的方式 来跟上我们在下一个阶段的规划 楚方在上个礼拜 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已经从资金行情 我要延伸到景气的行情 我要从整个一个企业端的一个选股 开始延伸到消费端的一个选股 我到目前为止看完金脸盘 我一点改变都没有 看完金脸盘 我更增加了我的一个信心 因为你要知道 为什么要提前的一个规划出来 是来自于美国股市 跟台湾股市都一样 它会面临到什么 在整个这个时间点 台北股市 它开始进行了一个回档跟修正 从6月8号以后 它一路的回档修正 回档修正到什么时候 修正到整个这个时间点 它的上档的反压是11516到1171 所以当美国股市盘后盘的一个下跌 当台北股市脱离这个压力带 你赚的钱会更多 你才有机会买到 靠近中长线的支撑 好的个股 否则等到大家来讲话 又开始乐观了 不再去谈疫情了 景气又回升了 那个时间点你会距离压力又更接近 就像请问你买8523好 买9000点好 买1万点好 买10700点好 还是买11500点之上好 当然是买在越下面的越好 所以当股市在这边涨完之后 它开始做一个回档的修正 它后面还有个景气行景 你当然赶快趁着这个时间点 大家又开始有点没信心了 又开始多杀多了 你才够买到便宜的 因为只有多杀多 才会股价有超额的利润 这是关注朋友 你要稍微去做留意的 第二件事情 我的选股的逻辑 说电子个股有一块 它是不会改变的 它就是来自于苹概个股 因为苹果7月份就会拉货 台湾不是自有品牌的公司 我们基本上来讲 你只要7月份拉货了 你的营收上来了 然后等到后来里面 大家才会检视你卖的好不好 而且苹果在这一次 它会分两次 前面在整个地延30到45天 9月或10月之后 先拉三支 后面11月之后 再拉第二支 所以在今年的苹概个股里面 它的营收有机会延续到明年 那是来自于说 最强大的那一支旗舰机里面 它会在11月份之后 才会出来 可是那很贵的 那是毫米坡的 这个是大家自己留意的 所以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说PCB的区块 以目前我在看 所有的一个法说 所有的内容上面 PCB能见度非常的高 穿透率有机会到年底 所以PCB你要注意 不管是ABF的 景硕 南电 星星 或是HDI的华通 还有其他的像真顶 像台光电 这一类型它都很稳定 所以如果没有急跌 他们就不会跌 你就买不到便宜的 这自己去留意 那当然还有一些半导体的个股 那飞电的族群上面 也是跟消费端有关系的 像汽车类 像运动用品类 那个部分 大家自己可以留意 当然在今天里面的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一档个股 一档个股来告诉大家 但是我告诉大家 鼠方绝对不是一个十多头 我也不是一个时空头 我在今天里面来讲话 愿意跟公司讲 提前推出这个状案 就是我认为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大盘会波动 大盘会跌 但是好的个股 就是要趁现在卖 在这种过程之中 台北股市 你在这个第二季 倒数G10的6月份 你懂得逢低去做布局 我觉得你应该是 很大很大的机会 会成为台北股市 在下半年里面来讲 真正的赢家 你回首台北股市里面 这从3月以来的行情 鼠方跟大家讲的 哪一个没有验证 在这一次的高点 我也跟大家讲 先卖再讲 为的就是在等待 这一次的机会 不管是幸福三重奏 逢低布局 第二季财报利多的个股 在6月份布局 下半年景气回升的个股 再过来获利了结 再布局2021年 有梦最美的题材个股 鼠方已经做好了规划 如果这个时间点 你想要跟着鼠方 一同拼经济 一同拼荷包里面的财富 不妨趁这个时间点 加入我们幸福三重重 在这端午节的 一个区块里面 你跟着我们幸福三重重的计划 你可以跟着我们 会费少一半 会期加一倍 快乐增一倍 再跟上我们梁森VIP的打造 你就有机会成为 股市真正的赢家 打电话进来 好好把握这一次的专案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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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